我这里想再次提醒我们每一位朋友 有必要把全部生命系列每本书 好好的读好好的研究 跟自己的一些体验一些转变做个对照 我担心的是很多朋友光听 我们每一个礼拜所转出来的读书会 而不知道说这读书会 其实是拿一个很窄的一个题目 或是一个窗口让我切入 而且用很短时间把一些重点表达出来 而透过这几本书 我是一步一步的从有从做 转到就像个钟摆一样的 转到载转到一停 这种转变是我们头脑 要经过很长的时间 慢慢累积慢慢体验 才可以完全接受 才可以完全准备好 所以我是希望我们每一个朋友进来知道 也许你已经知道 这是人生最重要的一堂功课 那为什么不多花一点时间去研究 不要把这个机会错过 我常常提醒大家 提醒你我 我们这一生来 假如还可以讲一个任务 唯一的任务 唯一的任务就是醒觉 除了醒觉 没有一样东西相对可以说比较重要 好不容易有这个身心 有这个肉体 准备我们 准备我们 就是来醒觉 所以我是希望我们每一位朋友 把握这个机会 眼前有那么好的一些资料 而我相当有把握 这些资料 你在任何其他地方 不可能找到 因为他用的语言 是你我都可以懂的 是个现代的语言 而又跟全国古人留下的经 都没有冲突 他其实是做一个桥梁 透过这个桥梁 你接下来 自然可以懂 可以读懂 每一首经 所以这种机会 我认为很难得 而读书会 就像我这一次回到台湾 我也赶的路 但是我总是认为 早晚一天会把它停下来 会断掉 因为我担心 假如我用读书会 不断地继续下去 可能耽误大家 用冷静自己去研究 读而把透过读 透过看 透过自己不断做反省 对照 把这个机会错过 什么机会 也就是建立一个完整的 一套架构 一个意识的架构 让来支持你 面对任何人生的变化 或意识的转变 我认为这是相当可惜 所以接下来 我也可能选择 停下来 透过读书会 搞一个段落 这次我录了 可能在职放几个礼拜 接下来 我不一定再会延续下去 你要知道这段时间 我从全部的你 我带出来 也面对了相当多的对立 从出版社也好 从编辑的角度也好 从左脑的朋友 都认为要懂 全部生命系列 所想带来的资讯 相当难 是我们脑 没办法理解 这个当然是合理的现象 本来就脑 有限的脑 局限的脑 不可能理解 无限大的议题 这是不可能的 我也不断地提醒 但是因为 有造出那么大的对立 所以我也只好选择 用读书会 把这几本书打开 让大家可以做一个 更深的体会 直接用声音 用理解 透过我的声音来转达 全部生命系列 所想转达的 那我站在这一方面 我认为也搞了一个段落 接下来 这全部生命系列 要怎么去把它展开 怎么要把它图现出来 其实我 自然透过宇宙 带着领导 带着走 会走出来一条路 我想不用担心 也可能用书也好 也可能用其他的媒体的工具 都可能 但是我还是希望 既然这些书 有已经在准备好 等等你 我还是希望每位朋友 花一点时间去研究 为什么我这样子讲 因为我一次一次接触 好多好多朋友 虽然好多朋友都很诚恳 我只要接触你们 我都知道 你们正在经过一个转变 意识转变 而且这种转变是相当大的 对你我可能都是个脱胎换骨的转变 但是我总是认为 这种投入 在这全部生命系列走得还不够 我只要在读书会 有时候请朋友来 大家参加 我认为就可以听出来 马上可以听出来 每一位朋友的状态 每一位朋友的状态 而透过问题所表达的 我可以历史体会到 每一个人的意识状态 所以这一点 我需要再一次提醒 每一位朋友 这时候还是要诚恳 还是要谦虚 竟然有一个那么好的完整系统 也有看的 也有听的 应该多接触 要不然有一天 可能会错过 那时候你要再回头 再去做一些好多 回头的补习 回头的再去询 这是蛮可惜的 我常常回想 当时我十几岁 在巴西长大 当时就像一片沙漠一样的 什么都没有 书也没有 哪里可以找这些资讯 什么都找不到 所以我自然会比较珍惜 我个人会比较珍惜 而我到各地 好像接触老师 从来没有一次 我个人会想要求 老师对我有什么帮助 老师对我 我从老师可以取得什么 这个念头 我回头想 从来没有想过 没有期待过 而刚刚好相反 我反而 虽然那时候很小 年轻 反过来 我自然问自己 我有什么地方 有什么方法 可以帮助这个老师 也许这个老师 生活的状况 他是如此 有什么地方 我可以帮忙 刚刚好都是点倒的 这一点 我希望大家可以参考 为什么 因为我今天 不断地跟大家提醒 我全部生命系列 我全部生命系列的角色 最多 角落还可以说 有一个角色 可谈的 是把你带到 一个好的老师的门口 让你自己 把最好的老师找回来 而这个自己 真正的自己 也就是你的老师 所以 所以是把你 交给你自己的老师 这是全部生命系列 在准备你的 但是我坦白讲 经过这段时间 我所观察的 我认为 相当可惜 也许这个诚恳心 或是谦虚度 还不够 也可人 我就是送到你 到一个好的老师的门口 你不一定晓得 这个老师 在等着你 或是可人 你 没办法区隔 或是没办法认得 这位老师 而可人 接下来 又在寻 又在找 又到处停留 这里看一下 那里停一下 又耽误 数不了的时间 而我认为 假如一个人诚恳 谦虚 他假如碰到一个好的系统 他会真正的珍惜 会把一点一滴 都不让他放过 都会在 对照自己的状态 为什么 没办法完全活出来 眼前所读的 这些话 这才是重点 而我是希望 你我 用这种心 来面对 全部生命系列 试试看 假如有这种心的话 你一定会走出来 那竟然如此 有那么好的资料 在等的 为什么不 好好地投入 为什么不好好 搞一个段落 为什么让那么多时间 经过 还在这个世界 这场梦 放不过 让这场梦 带着你走 接下来 都是幻觉 但是自己 还不知道 还不知道自己 在一个场梦 这是多么可惜 所以这里 我用最诚恳的心 提醒大家 每一位朋友 还是把这几本书 好好地读一下 因为 这一次经过很多 数不完的 时间 个人的 投入的时间 来把它转出来 其实讲很坦白 当时我一本书 都不想写 也就是让的宇宙 带的走 所以一本一本书出来 那这些书 假如你回头看 它本身 都是有一套 自己有一套的逻辑 这个逻辑 不是人的逻辑 不是你我 用头脑 可以想出来的逻辑 所以我 我希望 你把它 拥抱起来 而下一次 可能我们大家 见面的话 可能你 透过你的诚恳 谦虚 心 把你自己的状态 用最诚恳的方法 表达出来 而倒不是 引用其他的圣人的话 引用一些知识 来表达 个人的理解 那些都 其实不重要 都还是 左脑的产物 都还是一个大幻觉 懂了这些 你会发现 这条路 其实是很 很简单 很容易走下 不费力 就可以走下去 但是你自己 要下一个 很大一个决心 好 大概这样子 好了 好 好 看到 这一天 丢下一个 就好 还好